大家好,我是學長,歡迎來到咖啡松鼠攻略 那學長頻道會在每週是更新精品咖啡的一些相關知識以及開箱 所以如果你對精品咖啡有興趣的話 歡迎按下訂閱以及小鈴鐺,就可以收到每週的推播囉 那我們今天想跟大家討論的疫情是關於 你的咖啡是不是有時候喝起來會覺得太過於寡淡 就是喝起來沒有什麼風味太清淡的 如果你是水水的這種現象 會成因是出在哪裡,以及我可以去怎麼做調整 好,那學長分為六個大點 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第一個部分可能是研磨度是不是有點過出啦 研磨度不要忘記,還是要調整 雖然你可能有你命力的研磨度 但是碰到碰到的豆子啊 你還是要略微去思考一下研磨度是不是過出了 因為研磨度會影響你的風味非常的嚴重 只要過出,你的風味基本上是一定會過淡的 所以可以考慮把研磨度稍微調細一點點 看風味的飽滿度有沒有增加 第二個部分是關於水溫 當然現在可能大家很多人都用溫控壺 但如果你用溫控壺放太久 或者是說你沒有用溫控壺的情況之下 有可能你的水溫如果低於你原本正常使用 比如說你原本有90度,可能低到85度 或是你沒有看溫度 低於更低的溫度的情況之下 有可能讓你整體的風味的萃取效率會很差 所以你喝起來就會特別的清淡,喝起來不好喝 第三個部分是關於你的悶蒸 假設你有做悶蒸 如果你沒做悶蒸的話,就能第一段給水 是沒有讓你的豆子均勻的吃到水 這部分給大家稍微講一下 因為我的咖啡豆必須等到所有的粉末 它都有吃飽水 不是沾到,吃飽吸到豆腥裡面以後 它才會大量的釋放出它的風味物 所以如果你只是在第一階段或是悶蒸階段 你的水沒有什麼碰到豆子 或是一部分的豆子有吃到,一部分的水沒有吃到的話 就會有很多的豆子,它處在一個不怎麼釋放風味的階段 你整體喝起來就特別容易有寡淡的現象 那這個就要藍人真的研究 會不會是我第一段給水之後呢 我的布水不均勻 導致於部分的粉是沒有吃到水的 然後第四點是關於整體流速過快 那當然流速過快有很多的可能性 剛才前面說的就是研磨度也會有可能 但是我在這一點特別要提醒大家 主要的切入點是,可能是你的給水是不是過大了 因為原則上呢,我的給水過越大 我的流速就會越快 那我的粉呢,它沒有辦法 使用這麼多的水情況之下 它就會快速的把下面的水推下去 導致於你的粉水就時間就變很短嘛 所以你喝起來就特別容易寡淡 所以如果給水過大、過急啊 一次給太大份量的水 也有可能造成寡淡的現象 那第五點呢,是關於豆子的部分 譬如說你豆子有可能是一個極淺 第二個是有可能是過期放久了豆子 它不怎麼吃水 這兩種現象都很容易讓我的粉呢 是基本上吃不了水的 因為極淺培的豆子非常的硬 它是吃水的能力很差 所以我的水呢,必須要輕輕的放到粉面上 不然的話呢,我的粉粉不吃水水就直接流掉了 就跟剛才悶蒸絲帶一樣的狀況 就是我的粉不吃水基本上就不會有味道嘛 那第二個呢,就是你的豆子放太久了 那你豆子放久的情況之下呢 我的表層可能會有一點出油現象 有時候不是很明顯,但是就是出油了 那這個出油的情況之下呢 也會讓我的咖啡粉比較不吃水 所以我水下去的情況之下 一樣流掉的情況之下 就形成寡淡的一種感覺 那第六點呢,是關於你的充足技術上的瑕疵 叫做穿粉 那其實穿粉是什麼意思呢 譬如說我的粉層是長這樣 但是我在某個地方呢,我不斷的給水太大 或是說我不斷的沖一個地方 到至於這個地方的粉層呢 都會被我的水沖散了以後 那我的水呢就會 從這個比較鬆鬆的結構的部分呢 一直往下穿過去 有可能是在邊邊齁 或是在給它正中間 也有可能會在粉跟濾杯的間隙上 就是有邊穿現象 或是正中間要穿粉現象 那這種穿的現象呢 都會讓我的水 不經過咖啡粉 或是其實輕輕的帶過 它就直接流到我的下骨裡面 也會導致於你其他部分的萃取都不要 而且呢正中間這部分呢 流速有過快 所以這是一種沖組上的一種 部分局部的穿粉現象 會導致於你的寡難的問題 那以上六點呢 其實都有可能 發生在各位的咖啡裡面 那這裡可以慢慢一點一點去做調整 研磨度你確定沒有太大問題 水溫也是維持正常的 然後就可以來研究悶蒸 以及你的汁粉上面有沒有穿粉的現象 那豆子我們盡量在笑棋之內喝完 或是說你如果是初學者的話 可以選擇不要那麼淺的豆子 可能中一偏淺 你是比較好充足的 那以上之間呢 就可以解決一些你寡淡的問題囉 OK 那我們咖啡動作攻略 就到這邊為止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